近日有消息称 刘亚人曾因为电影拍摄导致手臂多次受伤 现在已经被确诊患骨瘤初期 真是瑞悟心疼 无独有偶 港界亚军出身的香港歌手邝满云 也在近日被爆出膝盖轮骨退化 需要靠轮椅代步 据他自己透露膝盖的确出现了问题 医生说需要暂停运动和走楼梯 由于工作关系不少明星都受过伤 他们的身体状况十分令人担忧 张杰在演唱会现场 务实干兵导致失声 林峰在表演过程中 手部曾不慎歌伤 陆寒也曾因为过度疲劳而摔倒 XO成员凯在演唱会上 整个人摔下舞台 Lady Gaga 孙映姿也有过这样摔倒的经历 爱豆摔倒纷纷表示好熏童 小绵羊在打歌节目中 手受伤流血了坚持表演 一边跳舞一边对镜头微笑 很敬业 大秘密在这人秀里也没少吃苦头 除了吃土下泥潭 身体上也受了不少的伤 膝盖上满满的瘀青 乐嘉在紧急划干时 高丸受伤 光是看着都觉得疼 大黑牛鹰眼角受伤 被节目组强制送进医院接受治疗 最后缝了二十针 陈楚河又有腿受伤 不得不退出已参演的电视剧组 损失惨重 杨阳音拍打戏 手上留下了点点伤痕 王凯掉微哑 手臂大面欲红 张艺兴陈薇婷 在拍摄老九门的时候 先后受伤 一个从摩托车上摔下来 一个被摩托车擦伤 陈音峻在演唱会舞台上不幸失足 跨下则直接撞向舞台边缘 导致下体严重受伤 而最最让人寻疼的 骄傲手刘德华刘天王 今年一月在泰国拍广告坠马受伤 马皮踩到他的腰脊 令他的腰脊骨裂 爱豆们工作的同事 你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赛